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为我们的委员 讲到近视语教学 我真的是觉得说 真的心得满满的 还有一个同学 说要选模范生 被提名了好几次 结果呢 他都怎么样 被提名 然后落选 最后我用 慈祭式神堂 知足感恩善解包容 跟他分享 我说你要感恩 因为同学提名 让你知道说 自己做得还不错 可是最后你落选了 可见你还有学习进步的机会 所以你要善解包容 别人连被提名的机会 都没有 所以他也就能够释怀 我从小 家庭环境就不是很好 所以当我上国中的时候呢 那刚好碰上一位恩师 他竟然可以免费跟我教英文 所以让我非常的感动 因此我也就是跟自己心里一个发愿说 将来有机会我出来教书了 我对于那个弱势家庭的孩子 我一定会特别的关心关怀他们 就像我今天下午 我又要到复兴乡的介绍国中去 他们中途班的孩子 虽然他们的孩子不到十个 可是我觉得说每一次去 学习到慈祭的 不管是品格教育生命教育 对他们都是一种改变 所以当这个孩子由中途班 转成普通班的时候 我们就好高兴